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大多都是君子之交 能互留联系方式的不过寥寥二三人 大盛就是其中之一 大盛是外号 姓盛所以周遭朋友都叫他大盛 以前在广州一家设计公司搞装修 还是个小领导 大家都知道 广东人比内陆人更加信奉传统 大盛搞装修的时候 经常会遇到对家居风水有要求的互主 他自己呢 对这方面又不懂 所以后面惊人介绍就认识了我 我那会儿还在他们公司挂了个名号 专门给有需求的互主看家居风水 后来大盛辞职不干了 我也跟那家设计公司断了合作 辞职后的大盛回了四川老家 那一年正是短视频兴起的时候 大盛就跟我商量说想做短视频 我当时也不懂啥是短视频 他就给我发了一段视频 让我看看 视频里主要讲的是田园风光 有一个长相耐看 手工超强的女生 这个女生大家应该也知道 就是李子柒 不过那时候知道李子柒的人还很少 但当我看了那段视频后 我就知道这姑娘以后肯定会火 没别的 就因为我这么一个寡淡的人看了都喜欢 我那时候才知道什么是短视频 不过我还是不太看好大盛 因为人姑娘长得好 又能干火是迟早的 可大盛一大老爷们 我实在想不到能有啥看头 大盛当时说我不懂 说自己要做的是三龙 不过后面我才知道 大盛口中所谓的三龙就是抓鱼 摘果子和爬山 因为大盛在某平台发布的视频 基本都是这三类 那时候大盛让我去四川耍 恰好那段时间 我也没啥事就映下来了 说实话我去过川瑜很多次 每次都是兴致满满 因为在我看来 川瑜每座山水之间都充满了诗情画意 当时大盛家已经搬到了市区 不过因为我来了 再加上他要拍短视频需要素材 所以就带我回了山区老家玩几天 山区没有什么夜生活 但我俩日子过得还是很充足的 白天上山抓鱼摘果 经常满载而归 有次还往那条七八斤中的大白扇 白扇这可是好东西 我以前在广东经常吃白扇滑稽包在饭 不过自从离开广东就再也没吃过 还挺怀念 所以抓到那条白扇后 我都想好了晚上该怎么吃 但没想下一秒 大盛就把白扇给放了 我当时都愣住了 问他 这好不容易抓住的大玩意儿 你怎么给放了 大盛说 这玩意儿有啥吃头 我们当地人都不吃这个 我一边收网一边说 我可比不得你们当地人 你们才大气粗的 这玩意儿在我们那可是稀罕物 本来还想着打打牙击的 结果你做了个善人 大盛摆摆手说 得 你要真想吃我 去集市上给你买 废那件干嘛 这河里不是有现成的吗 还都是野生的 集市上买的都是人工养殖的 我当时只觉得大盛的脑回路指定有点问题 谁知大盛竟然说 我们当地都是吃人工养殖的 我乐了 调侃道 你们还真是人傻钱多 说着我又继续去下网 想着今天怎么也要搞条白扇尝尝鲜 得亏穿鱼物资丰富 晚上收网的时候还真就抓到了几条白扇 我也没客气 都装筒里拎了回去 晚上做饭前大盛犹犹豫豫豫地问我 你真要吃这白扇 我没好气地说 不然呢 还给放了不成 大盛摇摇头叹口气没说话 在厨房忙活了一阵后就端上来一盘红烧白扇 晚上我俩坐在院子里 一边吃一边聊以前在广东时候的生活 边说边吃 我都几块白扇下肚了 大盛却连一筷子都没动 我问他怎么不吃 大盛却跟我说这玩意儿邪性 我说怎么讲 大盛摆摆手道 你还在吃饭 我就不恶心你了 我当时也没理他 自顾自地吃着 那一盘白扇全都进了我的肚子 第二天 大盛跟我说不去山上了 今天到长江边烧烤去 大盛家附近就是长江河流 前面几天拍的东西点击率都不怎么高 所以大盛就寻刺搞一期江边野炊的视频 于是我俩收拾好东西就奔过去了 结果刚去到就发现江边围了很多人 路上还停了一辆警车 大盛挖着我去凑热闹 扒拉着围观群众问咋回事 有人说上游淹死了一个人 这不家属跟打捞队来打捞尸体呢 大盛问他们 这人淹死多长时间了 有人说 快二十天了吧 一直没捞到 打捞队顺着上游一路捞过来的 二十天了 估计都盛水大棒了 大盛说道 我当时有些纳闷 就问大盛 什么是水大棒 大盛说 淹死的人 被水泡涨了后就叫水大棒 我一开始还没反应过来 后面才寻自过来 这不就北方的和飘子吗 我俩在江边看了一会儿 接着就听江面的打捞队喊道 唠叨了 当时所有人都围了过去 我也凑上钱 结果大盛拉着我往后撤 一边拉我一边说 我劝你还是别看了 不然你晚上饭都吃不下去 我当时觉得大盛就是看不起我 我甘白是那么多年 啥样的尸体没见过 吊死的 砍死的 喝药死的 被水淹死巨人棺还爆炸了的 我见得多了 他越拉我 我越往前凑 大盛看劝不住 我就说 待会你看了 可不能吐 我笑笑没说话 开玩笑 我抗压能力那么强 怎么可能会吐 过了一段时间 打捞队才把尸体捞上来 捞上来的时候 尸体已经巨人棺了 旁边还有小孩在嘀咕着 水大棒是水大棒 我听周围的人正说着呢 突然看到啪哒一声 一个黑影 从尸体里面掉下来 还是活的 掉到地上一直扭着身体 我凑近那么一看 就是这么一看 立马忍不住就吐了出来 我是真没想到 从尸体里面掉出来的 竟然是条白扇 还不止一条 尸体还没捞上来半分钟 白扇一条 接着一条的 从尸体里面掉出来 好像那尸体肚子里面 都是白扇一样 当时我就忍不住了 想起来 昨天晚上抓的那条白扇 再看着从尸体里面掉出来的白扇 一模一样 从夜那么多年 我吐的次数不多 可那次应该是吐得最狠的一次 能吐到反胃 最后吐到站起来 都费劲 还是大圣给我掺回去的 那一天我都没吃饭 也没理大圣 我觉得这小子就是故意的 大圣倒是看得开 跟我说没事 说我吃的那条白扇 是在山上的河里抓的 最多也就是吃动物的腐尸 跟山下长江里的那些白扇不一样 大圣不说还好 一提这茶 我又是一阵反胃 我问大圣 昨天为啥不直说 要知道这玩意儿是吃腐肉的 打死我也不会吃 结果大圣却说 这又没啥 这玩意儿 我小时候我们也吃 就是长江里的 也有不少人吃 我看你昨天兴致挺高的就没说 本想着眼不见微镜 反正你也不知道 谁知道 今天那么凑巧 捞上了一个水大棒 我问大圣 水大棒在你们当地很常见吗 大圣说 以前很常见 现在倒是少了 我想起之前大圣跟我说 白扇这东西邪性 就追问他到底怎么个邪性法 大圣没有直接告诉我 而是问我 你知不知道少不入川 老不离数这句话 啥子意思 我说 这谁不知道 大概意思就是说 川鱼好吃好喝 好山好水 还美女如云 少年当胸怀天下 若早年入川 意志不坚定 难免流连忘返 乐不思归 如此则一生平淡 难成大事 至于老不离数 也就是说 川鱼适合养老 老人们都不愿意离开 大圣笑笑说 你说的对也不对 除了你这个解释外 还有另一种说法 在古时候 少不入川老不离数 形容的是数到难 小时候进去了 可能就送不了爹妈晚年 老了出去了 可能就要克死他乡 大圣接着说 川鱼有山有水不假 尤其是鱼 山是山巒叠杖 群山环绕 水是嘉陵江和长江 在这里汇聚 现在看起来 好山好水好风景 但在以前交通 还没现在那么便利的时候 处处是险境 在我小的时候 经常有水大棒 从长江上游飘下来 其中大部分 都是因为失足落水 我们当地人 早已经见怪不怪了 那这跟白山邪性 又有什么关系 我问道 大圣故作神秘地笑了笑问我 你知道这长江 哪个地段的白山 最多最肥吗 我摇摇头 大圣接着说 就我家附近的这个地段 当地人叫做回水湾 回水湾我知道 并不是单一河流的名字 而是以河流区域的特征来命名的 就拿长江来说 一条长江能有好些个回水湾 爱钓鱼的朋友肯定也不陌生 通常回水湾这个区域 水流比较缓慢 水中存积着大量的耳石 是渝家最喜欢觅食的地方之一 在回水湾这个区域 钓鱼事半功倍 大圣告诉我 长江在我们这只有一个回水湾 水流在这里变得缓慢 上游淹死的尸体都会流下来 堆积在这里 在我小时候 经常能看到上游的打捞队 来我们这打捞尸体 捞得快可能还能见个全尸 要是捞得慢尸体 就都被白山糟蹋了 所以久而久之 我们这的白山就变得又肥又大 大圣说 因为白山长期以腐尸为时 所以在他们当地自古就流传一句话 长江回水湾多白山 习腐尸 如雨腐尸 钻孔入腹 群而食之 日渐久 善生邪 居因处迷人心 使得头江藏其命 后生万不可轻舍江岸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长江回水湾这个地方 白山很多 爱吃腐尸 如果看到了水大棒 就钻进水大棒的肚子里吃腐肉 时间久了 这白山就变得邪性 在巨婴的地方迷惑人心 能把活人骗进江里淹死 制成水大棒 当自己的食物 听了大圣的解释后我说 说到底 不就是为了吓唬小孩子 不让他们去江边 这种故事 我们也有很多 村里的老人怕孩子玩水 从小就告诉他们 河里有水猴子 能把人拉水里淹死当提身 大圣摇头说 这时还真不是吓唬小孩子那么简单 我小时候 就这长江里 五六米长的白山我都见过 大圣说完 似乎怕我不信 接着道 这长江有多长泥 也不是不知道 当年饥荒死了多少人 长江两岸的死人 都往江里扔 对白山来说 这些尸体可都是大补品 饥荒碾死的人越多 他们长得就越喜人 大圣这话说的其实不无道理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古时候水里面的鱼 长到三五米很常见 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古时候打仗死的人多 不想费功夫买的 都扔到江里河里 那些死的人 就都成了江里河里动物的养料 大圣跟我讲 以前小时候家里穷 半年都吃不得一回肉 别的沿江地区 还能去江里抓抓鱼之类的开开荤 但他们住在回水湾这一带 压根不敢去抓 因为都知道 那江里的东西是吃腐蚀长大的 不过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眼不见为尽 虽然都知道 回水湾的白山不干净 但也招架不住嘴馋 有时候也有人结伴去江边 抓点白山鲜鱼 不过都不敢抓大的 因为从小 家里老人就说 这回水湾的大货都是冤魂变的 说那些被白山鲜鱼 糟蹋的水大旺 都会化成冤魂 附到他们身上 大圣说 有一年发大水 上游淹死了很多人 大水过后 上游来了很多打捞队来捞尸体 按理说 上游那些尸体 都会堆积在回水湾才是 可当时打捞队 连着打捞了十天半个月 也没见捞上来一具尸体 当时有人就说 是不是水太大 把尸体冲到更下游了 于是上游的人 又联系更下游的人接着打捞 可仍是一无所获 这时候又有人说 这些尸体可能顺着长江一路飘下去了 不出意外 估计再也找不到了 这对大圣他们村的人来说 是个好消息 因为他们去抓白山 都是在三个月内 没有水大棒的情况下才去抓 如果那些尸体在回水湾被打捞上来 那么他们得有大半年 不敢去江边抓白山 可这次并没有在回水湾 发现水大棒 那么说明尸体已经被冲下去了 江里的白山可能也还是干净的 大圣解释说 白山跟黄山一样 都是晚上才出来活动 一般白天很难抓到 所以当天晚上 我们村几个人 就已经约好了 等到天黑就去抓白山 大圣告诉我 他们当地抓白山是有规矩的 需要带条黑狗 至于为什么要带 那都是老伴传下来的规矩了 说黑狗辟邪 装刻那些迷人的白山精 大圣说 那天晚上翻过一座小山 下了一个坡 就来到了江边 到了江边 大家不约而同的 谁都没有吵闹 互相交谈的时候 声音也很小 好像生怕惊动了 什么恐怖的东西似的 一开始 大家都还聚在一起抓白山 可慢慢 为了抓得更多 都开始向远处散开 毕竟谁都不知道 啥时候这江面会出现水大棒 多抓点回去养着以后还能吃 大圣一开始还提心吊胆的 生怕遇到迷人心智的白山精 可是随着篓子里的白山越来越多 大圣早就把恐惧抛到了脑后 一心只想抓到更多的白山 大圣接着说 当时一心只想着抓白山 不知不觉腰弯得有点酸 就站起来准备活动一下 谁曾想刚站起来 就感觉一阵透人心骨的冷风 顿时背脊发凉 浑身的鸡皮疙瘩 立马就起来了 大圣当即就想喊人 可张张嘴却说不出话来 腿跟罐牵了一样 动都动不了 回顾四周 发现伙伴们都不见了 只有自己脚下的水面在动 而其他地方的水面波澜不惊 好像从来没人去过一样 当时把大圣吓得勾呛 一直看着水面 接着就听扑的一声 一个黑影子从水底下 突然浮上水面 大圣拿着手电筒 手电筒的光透过水面雾气 能看到那黑影的一点轮廓 竟然是水大棒 那水大棒好像有神志一样 朝着大圣飘过来 大圣说的当时急得不行 就连表情都扭曲了 水大棒离大圣越来越近 大圣看到那水大棒的衣服底下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 稀稀缩缩的冻着 接着就看到有个东西 冒头探了出来 身上滑溜溜的 大概有四五米长 手电筒光线照在他身上产生反光 顺着再一看看 到一双红色的血眼 大圣下的两腿直哆嗦 手电筒啪哒一声 掉进了水里 就在这时 几声狗叫把大圣惊醒 这一下大圣又感觉自己能动了 刚准备说话 却发现十分费劲 下意识一看 吓得他是冷汗直流 本来在岸边抓白扇的自己 不知道什么时候 竟然快走到了江中 而离自己不足三米的地方 正是刚才看到的水大棒 大圣反应过来 赶紧往回游 还没有多远 就感觉脚腕被什么东西缠住了 当时只能感觉到 缠住自己脚腕的这东西是有生命的 身上滑溜溜的 而且贴着自己的皮肤凉的刺骨 岸上的小伙伴都在喊大圣的名字 丝毫不知道大圣发生了什么 在他们看来 大圣就跟中邪了一样 一步步地走向江中 这时 岸上的黑狗叫了一声 跳了下去 往大圣的方向游过去 等游到大圣身边 大圣才感觉 缠住自己脚腕的东西松了身子 大圣赶紧往岸上游 等游上了岸 直接摊在地上 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伙伴们赶紧问大圣怎么了 大圣捂着胸口 说不出来一句话 之前经历的一幕幕 还都浮现在他的脑海 当时的他 连一句葫芦话都说不出来 接着大圣又看向水面 这时他发现 水面那个水大棒竟然不见了 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好像从没出现过一样 而且 看周围伙伴们的样子 他们好像并没有看到那个水大棒 但大圣心里清楚 那水大棒是确确实实存在的 就在江底 那一双血红色的眼睛 自己闭上眼就能想起来 那脚腕梁的刺骨的触感 自己仍然心悸 大圣怕大家害怕 也没有把自己 刚才看到水大棒 和被白山精密住的事说出来 当时天已经很晚了 除了大圣其他人的收获都不少 都是满满一篓子的白山 也都心满意足了 就商量着回去 不过 因为大圣刚受过惊吓 浑身软绵绵的 连站都站不住 大家觉得 还是找个地方先休息一下 等大圣缓过来再回去 于是几个人就在附近 找了个山洞 在山洞里 一边烤着火 一边休息 在山洞待了 有一个多小时 大圣才慢慢缓过来 这时候差不多已经是后半夜了 有几个伙伴饿得肚子咕咕叫 就烤了几条白山 烤好给每个人都分了点 不过大圣 因为之前见到了水大棒那一幕 心里吃饭恶心就没药 另一边几个小伙伴吃得正香 突然看到一团黑影 从山洞顶上砸下来 一开始 大家以为是小石头都没在意 结果那团砸在地上的黑影 随后竟然慢慢动了起来 大家走过去一看 竟然是条白山 听到这我问大圣 那山洞顶上怎么会有白山呢 大圣说 是啊 我们当时都在纳闷 这山洞顶上怎么会掉下来白山呢 然后就有人打着手电筒 往山洞顶上照 你猜我们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什么 我问 大圣深吸一口气说 我们看到山洞顶上 倒挂着十多具风干了的水大棒 大圣说 当时所有人脸都白了 刚才还在吃白山的小伙伴 这回开始嗷嗷大吐 刚才吃的有多香 这会吐的就有多狠 后面大圣他们回去 把这事告诉了村里 村里报警 然后警察过来检查 把山洞顶的水大棒都运了出去 再后来说是调查结果出来了 山洞顶的那些水大棒都是上次发水时淹死的人 怪不得捞不到 原来都被人提前捞上来挂在了山洞里面 我问大圣 那人为啥要把尸体捞上来挂在山洞里面 大圣说 为了养白山苗 以腐蚀为容器 运养白山苗 然后再卖出去 这一来一回能赚不少钱 我当时被大圣这话给吓得够呛 不禁想 这到底的是什么样的人 能为了钱干出来这种事来 直到我最近看到一个微博热搜 韩国恩好方事件 我想我有答案了 这个世界从不缺恶魔 我们不能杜绝恶魔的存在 但我们可以为此发生 无论多么微弱 总是一团火不湿吗